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30日 我们知道对政治家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讲真话 办实事 但是中共这个领导人 往往都是两面人 讲一套做一套 讲的是高大上 实际上实行起来 这些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到这来 我们就拿这个习近平来讲吧 中共现在进行一场新的洗脑运动 就是骗老百姓 你看这个博鳌论坛 刚刚这个一结束 这个习近平是在电视上 视频讲话 本人都没露面 马上就发表文章了 习近平这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其实有什么反响 人就是独家经营 是吧 自己的媒体 自己的报纸 以党执政党管一切 那老百姓也没有别的图定 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对不对 哪能听到批评的声音 所以这个博鳌论坛一结束 这个不仅像刚刚才我讲的 虚构一个事实 老百姓反响 而且什么呢 马上单新本出版了 出版单新本 那是有稿费的 那稿费是了得的 你想14亿中国人民 各级党支部都要订阅 你不订阅也不行 强行你买这个东西 你不学习也不行 所以你就想 这个多么欺骗人吧 你再看了秋思杂志 今天新华社另一个消息 讲到秋思杂志 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论 构建新发展格局 你的词写的多好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他这个整个的 这个文章当中 有多少谎话 给大家举一举例子 你看就这篇文章 新华社 还有一段视频节目 再现 鼓吹习近平这个讲话 多么的英明 多么正确 我们就拿他里面 这样讲几句话吧 挑出几句来 你就知道这里谎言有多少 他说什么呢 他说建设 现代化 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实际 说是 使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现代化 共同富裕 你说达到了吗 是不是 你到网络上 就查一查吧 贫困地区 对不对 脱贫攻坚 也没有最后实现 上一次 给大家讲到 陕西 这个 一个县城是吧 不是发生 这个造假吗 无保护 连水都没有 你想 水是人的生命之权 你首先有水要干净 结果呢 所谓的扶贫工件 连水都解决不了 不用是讲凉啊 那都是照片文字图片都有的 对不对 叫上落线吧 结果人民日报 新华社要央视播发以后 陕西省委 省政府不承认 就发表了一个 那么不到一百字的文章 驳斥 这个说了词就完事了 这说明什么 中央电子台 就是王沪宁和黄昆明 主导下的 这个央视 没有斗过这个 地方官员 风江大力 没有斗过刘国宗 刘国宗后台影 陕西 是习近平 他父亲的目的所在地 甲族的龙脉所在地 地方官员 盘根作戒 根本动不了 这别催牛 那么你再看 这个 刚才讲两句分话 这是假的 这是一个典型 还有更多的 列句讲不完 你看第二句是什么呢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先天化 精神文明的概念是什么 首先人要有知情权 也就是说 14亿中国人民 一打开电视网络 就能看到 真实的信息 但是大家想一想 现在做到了吗 根本做不到 说别忽悠了 现在网络都是 这个封锁的 你只能什么 就是翻墙 但有几位翻墙呢 即使翻墙也危险 一旦抓到以后 强加罪名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都有什么 偷听低台罪 我们记得 我们经常趴在 那个收音机门前 那个下边收听 这个美国之音 或者是这个 莫斯科广播电台 你要偷听 叫警察值的 当时就要抓起来 所以冒生命危险 那时候停啊 当然我们家那是穷啊 没有这个收音机 收音机叫什么 叫西匣子 很大呀 买不起 只有邻居家 有一家 他过去是资本家 这个虽然文化大革命 也造到镇压了 但是还流利台收音机 他有时候他家里放 去偷听 有时候听 就声音很小 还有杂音干扰 就听那个美国之音啊 美丽的哈瓦那 我印象特别深 觉得特别神奇和向往 那么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毛泽东时代 现在又回来了 就是习近平 下一步 他主导这个攻坚法司 很可能就会把 翻墙列为犯罪行为 不信你看 等到干第三任 他假如搞纵神之成功的话 那下一次就可能 你批评习近平就要杀头 掉脑袋 而且翻墙就要判刑 一定是这样 不信你们等着看 这是没有知情权 那么表达权呢 更没有 言论自由有 你敢发表文章 批评习近平 议论吗 对不对 你想我在加拿大 在这 我可以随便批评特鲁多总理 我以前也批评过 这个哈尔伯我也批评过 拜登 川普我都批评过 对不对 当然川普我比较喜欢 这个也没有人抓我 是不是 言论自由吗 对不对 表达自由 你看中国有吗 没有吧 没有这个能说是精神文明吗 达不到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 文明是什么 让精神愉快快乐 你怎么能快乐 你只能吃饭 然后违心的讲人好 不讲好人抓你 是不是 那次你心里多么痛苦 是不是 你看 这个是撒谎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先天 中国现在和人和自然和谐 对不对 那个稀有的这个动物都死光了 现在还不错 黑龙江密山市 还看到一个老虎 这证明的环境有所改善 应该承认 生态环境 这些脚子一过去 越有一些改善 但是你在成人大体上 你这个污染非常严重 昨天 前天我也讲到了 国务院主导的中央督导组 到全国各地去查那些 污水 废水 排到这个河流里边 去污染母亲河的证据 比比皆是 甚至还专门讲了 广西是怎么样 污染水的 讲的是有情节 有时间 有地点 有鼻子 有眼 但是你看习近平 到了广西 路行社 蓝天立 向他汇报 那不都是讲假话 你要讲这样真话的话 生产当务了 而且要遭到批评 是不是 这就可以看出 不像他讲 人和自然和谐 根本就不和谐 对不对 你看在后边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和平发展了 你看现在和美国对立到这个程度 人家那个飞机 已经飞有上千架 飞往中国沿海进行侦察 为什么侦察 准备打仗 看你的局势设施在哪里 这个核潜艇在哪里 导弹在哪里 部队在哪里 驻载 以前有这个情况 没有 对不对 这次和平发展 是不是 中美这个关系也崩塌了 四十年的合作结束了 是不是 改革开放四天成果也没有了 和英国斗 你看斗到这个成果 英国都已经 是吧 和这个中国彻底翻脸了 澳大利亚 你就不用讲别的 对不对 你再看看加拿大 为了孟晚舟 为了这一晚舟 斗得一塌糊涂 也不讲白秋文的 是吧 欧盟斗 你就讲讲 这叫什么和平发展 是不是 习近平陷入了孤立的地位 但是你看习近平这篇文章 还在胡说八道 还在扁 骗 就是后脸皮骗 没有办法 那么大家 我刚才讲到这篇文章 你再来看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 所谓 这个党史宣讲团的 这个报道 更是什么 就让人看了 踢销劫飞 完全就像文化大革命 搞得或许或用一样 你看 就这篇文章 大家看一看 这次新华社 今天刚发的 讲什么呢 连日来说北京 天津 山西 内蒙 这四个典型的地区 用多种形式 开始干什么 干嘛呢 掀起了什么 学习党史的热潮 什么学习党史 就是学习习近平的 主导下的党史 虚假的党史 习近平这个党史 毕业这个党史 我上次不讲到了 129页 都是 就是催捧习近平 中国的党史啊 就过去 就邓小平那个年代 进行深刻的反思 最起码把文化大革命 成为什么呢 十年动乱 这非常重要的 你只有一个人 能够敢于 面对自己的缺点 修正错误 才能前进 对吧 你看他现在 全修正回来了 前后两个三十年 互不否定 文化大革命 也不叫动乱了 叫什么 叫探索 然后他上任 这段时间 竟成了 这个虚假的党史 开始催捧了 催捧这个 学习当时 实际就是 学习习近平语录 就像文化大革命 人手一个红宝书 毛细著作 然后活血活用 组的几个人 站在前面讲 讲和听的 都是想 这么讲 都是全世界 现在回想的 就神经病一样 讲的是 讲什么东西 你说就讲毛细怎么好 然后有一部分人说 毛统思想战斗队 有的是毛统主义战斗队 反正主义和思想 都打起来了 都动了假不事 动了武器 叫文攻武威 最后演变一场动乱 死的人 这样讲吧 上百万人死掉了 就我看到大连 最早我十岁时候 看到的死人 就是我 就是斗死的人 就是这个 内斗 就是这个 有些这个组织 互相之下的傻 跑的人 倒在这个 胡同里 小巷里 我都看过 我只是这个节目 是公众平台 人家YouTube 有社区规则 我们不能违背 不敢违背 就不讲的 是很血腥 要为什么 我坐牢 这期间 相对没出事 就是我特别的 胆大 勇敢 不怕那些什么 老头鱼吧 什么 我逗他们 有办法 这个将来 可以专门讲一讲 另外一个主题了 你再看这个学习 说这个北京市最重视 北京市为什么重视蔡奇 蔡奇是拍马屁 他想我给习近平拍的越猛 越好 我这官的 越当的越久 他想是个人利益 他是利用习近平 把习近平 虚构成一个皇帝 他不就又大臣了吗 对不对 他私信在这里 但是骗老百姓讲的什么 都是冠冕堂皇的 你看光北京市啊 就这一个北京市 截至四月底开始活学活用 开始讲 开始骗 你这搞了多少场 5400场 受众500万人 认词 你说还用抓经济 不用了 就天天讲就行 就是骗 说北京市搞什么呢 用好党的红色资源 文化阵地 新媒体平台啊 你说这个 国家还有希望 甚至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啊 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都是帮共产党捧啊 叫什么 明死大家 讲党史 你看那些教授专家 叫共产党镇压的 全都微信的变成两面人 一开始讲党史啊 就是 就是顺情讲好话 明明这是假的 像汪汪大革命 十年动乱 我是十岁亲眼看见的 你子弹子收着我的跑 你像那个大烈饭店 那个搞五斗的时候 那楼顶上着火了 那个 有一个女的造反派啊 腰别着这个盒子枪啊 从那水流上 爬下来了 我在底下看到 亲眼看见了 那个女的炸猴童神啊 你就想一想 那时候死的人啊 你就这么一件事 就变成叫探索了 不叫罪恶了 你就想多可怕啊 完了这些教授名家 竟然也开始讲着 而且要搞什么呢 云课堂 云课堂是什么 就是利用现代大数据 云计算 互联网干什么 欺骗老百姓 散布谎言的 这不是倒退是什么 而且搞什么呢 甚至还毒害了这个老年人 叫什么五老宣讲团 还毒害孩子们 红灵金宣讲团 你想想青春宣讲团 毒害年轻人 红色宣讲小分队 你和王王大革命一模一样 王王大革命 我们就是就搞这套东西 被毛主席骗 背个语录包 吓到各个街道去啊 到这门前站了 会议录本 就开始讲这个 毛主席语录啊 叫共产党宣言 现在想起 纯粹是精神不正常 真的 现在又回来了 你看因为 这个蔡奇主导 而且呢 戏剧电影 这个讲座展演 统统都在搞这套东西 搞当事 你看这是北京 因为北京这个 头蔡奇菜鸟干 很正常 你再看天津 也是典型 说天津为什么是典型 大家都知道 李红宗是马屁精 他是李铁英的秘书 对不对 通过李铁英家族 敛才 在这个广东 深圳当官 他钱没少谈 在广东也没少谈 我跟你讲 他就为了保住这个钱财 他也催崩习近平 因为他把习近平捧着皇帝 他不就是腐败问题 就没人抓他了 是吧 他这小九九是这样 在心里打着 是吧 他也开始搞这套东西 你看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 党史学习教育团 来到什么呢 滨海新区 网信办进行宣讲 在网上直接宣讲 你看有意思 甚至讲什么 说一个半小时的宣讲当中 年轻人几乎没人玩手机 一下说漏了 人都在玩手机 所以他几乎没有人玩手机 什么意思 就可能还有人玩手机 这反映出什么呢 人们低促情绪 因为对文化大革命 人们特别厌恶 实际人们就看到 这个领导干部这种表现 人们都觉得可笑 为什么 一个国家已经开放了 再封闭就很难了 已经走向民主了 再走向倒退 转制 你随不反 是不是啊 所以都成了笑话了 那么这里介绍了一些情况 然后就讲到山西省市的重点 他为什么在山西省市的重点 认为山西省以前 是令计划的老草 是共情团派 共情团派啊 虽然也是一党之政 但他反对个人独裁 他相对红二代啊 这些顽固子弟 这些共情团派来自于基层 还相对比较好 说西温为什么上了以后 首先把这个孙政权整进去了 实际上孙政权 孙政权是党内的改革派啊 他是这个温家宝提拔的 他在这个吉林呢 还搞了这个干部选拔的公开制 选拔了八十多个这个挺级官员 面向全国啊 所以这个孙政权一旦上了 他肯定要走民主改革的道路 但是他不一定说是搞这个多党制 但他会搞党内的民主化 这一点西温害怕 搞党内民主选举 就西温这个水平 讲话一讲就大白字 宽一地都上来了 能选上了是不是 这都是私心在里面起作用 所以山西动作特别大 你看全省呢 山西啊 搞了1.16万场 这个活血活用毛血语录 先变习近平语录了 然后现场的受众多少 216万人呢 参加这个聆听这个习近平的声音 你就想着对于 对于这个干部群子的独爱多深 你再看内蒙 又讲到内蒙 他为什么在内蒙大动作 大家都知道 就胡振华在内蒙当过官员 胡振华在内蒙干了这件事情 大得老百姓的民心 应该承认 因为他来自于基层嘛 从小你想上大学的时候 胡振华是借钱的 路飞都被买不起 到那个水库是挑撒子 赚那么几十块钱 路飞上北京读书 他是他们那个县城的状元 你想 所以他一毕业大学毕业 北大毕业 我就要求到那个西藏去断练 他还想改变中国 因为他不主张搞一党制 不主张搞一人独裁 他也主张搞一党制 不是一党制的话 他也上不来 但是他比红二代好多了 所以他在内蒙 因为他得人心 很多人都拥护他 再加上乌兰福家族 这个地方势力非常雄厚 还有这个刘云山的派系 和习近平有矛盾 所以习近平在那个地方 反腐败听起干部抓六十二个 最近还抓了一个都死了的 从坟墓里挖出来 没收了一个亿 也不知道怎么抓的 但是新华社报道了 布小林不是开会又昏倒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红色灾难的重灾区 你想他们竟能到内蒙古去 唱什么歌去 唱之三个人给党铁 也是民主少数民族的确 对不对 人都信奉 人家自己的文化传统 是吧 内蒙古人嘛 你还不知道 他们是流动民族 是讲这个 在这个游牧的过程当中 这个催俠弹唱 特别豪放喝酒 这个喜欢自由 在这么一个范围内 他给人搞这套东西 让人们唱草原上盛起不落的太阳 唱之三个人给党听 说还搞了什么呢 红歌联盟连唱 党史小短剧 戏曲唱党史 总之就是用共产党 这个红色的意识性的欺骗 少数民族 越搞毛都越深 怪不得人家非常烦 等等吧 所以说 习近平搞这套党史宣传 其实就是宣传习近平的极左思潮 这一套东西将是什么 将给中国带来动乱 所以文化大革命 已经有点准备的解释了 那我们在其他节目 都是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语的收看 再见